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這次的解說小觀眾 這次呢 我們要來看一個簡易的鐵板勾綁法 這次是用HR出的紫電子牙3 會需要用到的道具呢 會有卡布拉線 強力腳 繞線器 剛才有基本的鐵板勾路牙環 死心環 還有勾針 現在量一下卡布拉線 繞個長短勾 所以 線也要一長一短 另外一個短 可能繞個一兩公分就好了 勾值不超過鐵板的一半 現在呢 拿起了勾針 穿進線的一半出來 然後再靠近死心環 OK 成功的套進去 那再用勾針把線勾出來 轉轉轉就得轉出來了 然後把它拉好一點 OK 這樣一條 好 現在把下一條也來用一下 穿進去嘛 那一半的距離 對 一半的距離 然後放線死心環 勾針出來 然後再把線 放進勾針裡面 然後轉轉轉 拉出來 那 OK 完美 好 把它拉平一點 拉整齊 那現在拿起了勾子 放上骨頭鉗 就把它固定住 轉緊 轉緊之後呢 我們現在拿起繞線器 繞線器繞個基底 可以增加摩擦面積 比較不容易脫落 那把我們穿好的卡布拉線 穿進這種管復的鐵板勾裡面 然後再把它繞回來 緊緊的繞 要繞用力一點 讓它成為橫行的那個 固定在鐵板勾上面 繞好繞門 繞起來 OK 非常完美 那現在呢再綁了三個鐵上去 這鐵叫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挑錯半扣好了 好 把線頭剪掉 OK 好 把線頭剪掉 好 把線頭剪掉 拿下勾子 上個搶一搶 那上串烈膠就是要把 嗯 有綁線的地方 整面 360度 繞一圈加 上 讓線把槍力膠給蓋進去 這樣 這樣是很緊的 那等它乾一下 那我們現在拿起 嗯 热縮管 热縮管剪出剛好的距離 然後靠近勾子裡面 之後呢 這樣靠兩個 兩個勾之後 靠去热縮管 好 現在拿出熱風槍 這打火機都可以 反正可以夾熱讓它 溫度扣可以讓它那個 熱縮管縮起來就好了 綁上路牙環 路牙環很硬 那我們是綁殘綁勾嗎 然後 我們勾子的長度 大概都不會超過 嗯 鐵板本體的一半 OK 好 另外一個 轉進去 有點手慘了 這誰啊 誰來繞啊 好啦 終於繞好了 再我們上鐵板 嗯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 會那個把 兩個鐵板勾放在 同一個青環上面 因為我覺得 狼一狼之後 它兩個會彈在一起 OK 現在要看到綁好了 我真的覺得蠻漂亮的 那 不錯 明天就拿這個去狼吧 希望各位喜歡這個影片 後面再這樣放一次 給大家複習一下 那就先這樣喔 掰掰 拜拜 好 再見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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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